接著我們來看最後面兩個 那事實上這個學習單呢 這個還好啦 這也是塗鴉體的一種 這也是塗鴉體的一種 一樣可以從這邊就是直接去圈選 去圈選 所以這比較沒有問題 我看下一題 因為如果你是高年級的 也許有些老師你希望同學怎麼樣 做好了之後傳帳門 對不對 他有這種上傳檔案的功能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喔 老師有沒有聽過Google也有一個服務 叫Google Classroom 那Google Classroom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有點雷同 但是在OneNote這邊 他可以直接做批閱的動作 當然Classroom也可以啦 只是他的功能 目前Google Classroom的功能 沒有像OneNote那麼多 而且現在Google Classroom在今年 也開放給非教育單位也可以用 就是一般的Google帳號也可以用的 早期是只有學校網域才可以用 那待會兒請老師試著上傳檔案看看好不好 那你按一下這個上傳的時候 他應該會跳一個東西 不會馬上像我這樣直接跳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要你先登錄Google帳號 那如果說您的打開的時候 沒有看到有可能你的 他有一個彈出的那個訊息 被擋在右上角那裡 他這裡會有一個XX 那你就點一下這邊允許他可以彈出 登錄Google帳號 那你登錄Google帳號上傳檔案 老師會不會有個疑問 會不會佔用到我的Gmail的空間 就是Google的那個空間 不會 這次我請客 你上傳之後檔案空間站老師那邊的 這樣你了解嗎 就是你只是透過你Google帳號上傳 讓他知道說這個使用者是誰 這樣子而已 那空間上那個檔案的擁有者 會變成是老師 這樣麻煩各位先試著傳 你可以傳一個檔案 也可以傳一個資料夾都可以喔 好不好 我先還給老師 您試看看 現在老師已經大部分都傳好了 我從這邊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你要改作也怎麼辦 就進來裡面改就好了 那您先等一下 我從這邊點一下給您看 剛剛老師有遇到的這個情形在這裡 如果按上傳 有沒有發現右上角出現這個 對啊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你把它按一下 你要允許它彈出來 這樣了解的 好就是這個地方齁 目前這個比較容易被忽略掉 設定好了再按一次 所以就登錄 然後就可以開啟那上傳的畫面 老師有發現Google登錄畫面變了嗎 最近變的啊 最近已經改過了齁 所以這個是像這樣 那我就從這邊 因為我這邊沒有登錄 所以我就從這裡給您看一下 如果說你要批改作業 直接進來就好 只要 哦老師是怎樣啊 這位老師 我叫老師 你是怎樣跟同學做得都高興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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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基本上如果說 雲端一點能夠直接預覽的 欸請問老師知道 Google雲端一點可以預覽哪些格式 圖片可不可以看 Office可不可以看 影片可不可以看 PDF可以看嗎 是不是都可以 對 只要他能夠辨識的 這個眼睛按下去 有沒有 就直接看到了 要不要下載下來 不用了 這樣您了解的齁 那如果有需要下載這裡有 這個是像這樣 所以像這個這篇區都沒有底 我們看一下 RTF 請問RTF是什麼格式 RTF是什麼格式 也是文字格式啊 文件的啦 對對對 所以有沒有發現都可以直接看 Office的剛好有 來看一下 有沒有直接看 再來 有一個NP3的 你就可不可以直接聽 這樣是不是方便很多 對不對 你就不用每次都要重新下載下來 這個文字檔 你覺得呢 我是不好意思按下去 我怕裡面有同學的號碼 但是應該是可以看 ESE就沒辦法 他就必須下載 就必須下載 那我們看看下面老師有沒有付 用 這老師不起來 SRF可不可以看 不行 現在不能直接看SRF 來再來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物樣的格式 PNG可以啦 反正這些 WMV是什麼 是不是影片 對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可以直接看 有同學的照片 好 這樣了解了嗎 萬一 你覺得哪個老師 哪個同學教的不好 可不可以推薦 可以 像這位老師有沒有 這麼慶菜 推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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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瞭解 那如果這個老師已經過關了 你就打個勾 恭喜你喔 你可以讓他一個平穩 OK 來 手存 那他就知道他那邊過關了 這樣你清楚了齁 那您可以從就是外觀這邊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這裡 不是喔 你自己每一個教材的進度嗎 對不對 好 如果你已經絞交了 像剛剛老師被推薦的 這邊就有紅色的驚嘆套在那裡 他就知道這裡沒有過關 那但是你不用擔心就是他 比如說他第一次上傳的檔案 還會繼續留著 他就是繼續在把第二次第三次傳上 所以他整個教材要做一個那個歷程會在 這樣有了解齁 好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好玩一點 對 那不繳了那就 那就回歸到 回歸到成績評分的部分 對不對齁 蛤 都可以移除嗎 可以移除 他的那個歷程不能移除 目前暫時不能移除 所以請謹慎小心使用 但是檔案你可以真的從雲端一臉刪掉 就老師可以從雲端一臉把那個檔案刪掉 如果他上傳是不啞照片的話 哈哈哈 對 但是他那個歷程還在啊 就是點進去檔案不會出現就對了 好 那所以大家看起來都蠻認真的對不對 我們就給一些獎勵嘛 蛤 啊很笨喔 不用給一些獎勵嗎 應該的啊 對不對 表現很棒啊 對啊 這樣就好了啊 你知道哪裡會顯示出來嗎 在各位的右上角這裡 在這裡有沒有獎勵 所以我重新整理一下 欸 上課不能幾點嗎 很多老師上課都在幾點嗎 哈哈哈哈 開玩笑啦 反正這邊也可以做一點點啦 你點下去可以看到 哦 老師是什麼時間 然後在哪一個單元有沒有 欸 哪一個任務裡面 給你這樣的獎勵 所以這個是 OneNote 一個比較好玩的地方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老師一下囉